现在是孟传道 他的题目是跟从主的脚踪 好 我就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赞美主 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相聚 一起来敬拜神 这是何等喜乐的事 最近疫情又有一些反复 许多弟兄姐妹也会有一些忧心 但是我们需要在主里面 有主所赐的平安 我也看见主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保守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题目是 用心跟随 今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的主题 是同座主的门徒 所以我想用一些时间 然后看看当时跟随主耶稣的门徒 他们当时的景况 他们当时的生命 他们当时跟随主耶稣基督 当时的一些光景 通过他们的这些经历 来反映 就是他们所要学习的功课 或者是在他们身上 所体现出来的 属神的被神喜悦的特质 这样好激励我们 也让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 我们怎样知道在主的面前怎样行 在分享之前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些 最近读经的一些体会 最近呢在读先知书 读了以赛亚书 也读了耶利米书 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们看到两卷书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就是先知以赛亚 他是在乌西亚王的时候 是被蒙昭做先知的 他在几位王的执政的期间 来做神的先知 乌西亚王呢 在圣经上被称作是一位好王 所以他在一个好的世代 被神兴起来做先知 同样耶利米呢 我们看到他是在约西亚王 那个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 那个耶利米呢 他是在约西亚王的年代 被兴起来做先知 同样都是一个很好的世代 但是在那样一个好的世代当中 在一个好的一个属灵的这个环境当中 在人看起来这个世代都是丰足的 都是这个人们都去圣殿里 去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 神却兴起两位先知 向人民来发信息 可见神知道当时人实际的光景 当人都说稳妥了稳妥了 然后实际人的内心深处的光景是怎么样呢 人看不到 但是神可以看得到 同样在我们的世代也是这样 就是当社会安宁 人们富足的时候 我们看在外面 外表上是一片祥和的时候 但是人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呢 当人的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 其实是预示着危机的存在 这个危机不是一个小的危机 而是一个大的危机 这个人心会被掳掠 这个国家会败落 会破败 我想到这个在我们中国的 麻烦帮我放下一张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呢 这个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听过吧 就是这个叫在韩非子遇老的这个 这个篇章当中呢 有一个叫扁鹊见蔡桓公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他说扁鹊这个神医呢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 他见到第一次见蔡桓公的时候 他只是在那里站了一下 他就对这个蔡桓公说 说大王你有疾病 你的病现在在皮肤里面 当时这个王听到这个神医第一次见他面 竟然说他有病 这个大王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 他就说我没有病 当扁鹊离开以后 这个大王就讲 这个蔡桓公他就说 他说这个医生啊 就喜欢给那些没有病的人治病 把治好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作是自己的功劳 结果呢 接下来这个故事的发展就非常有趣了 就过了十天以后 然后这个扁鹊又一次见到蔡桓公 他就对这个蔡桓公说 说大王你有病 现在这个病呢 已经吃入到肌肤里面了 这个蔡桓公依旧是非常的 心里不痛快 心里非常的生气 他就说我没病 所以扁鹊就退下了 结果又过了十天 这个扁鹊再一次的见到 这位七国的王 然后对他说 大王你有病 现在这个病 已经深入到肠胃里面去了 如果不治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加重 结果这个大王还是坚持他没有病 他说我是身体好好的 我没有任何的疾病 然后扁鹊退下 再过了十天 结果扁鹊见到这个王的时候 远远地看到他 然后转头就走 这个蔡桓公他就非常非常的纳闷 他就猜人去见这个扁鹊 说扁鹊啊 你这一次为什么不过来跟我 这个说一说这个关于病的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会离开我 掉头就走的 这个扁鹊就讲 他说大王一开始有病 病只是在皮肤里面 用这个热肤的办法就可以把这个病解决 但是呢大王不治 等这个病进入到肌肤里面 进入到这个肌肉里面的时候 只能用针灸的办法 但是当再严重的时候 病进入到肠胃 需要用这个汤药的办法 但是现在呢 这个病已经进入到骨髓里面去了 我医生作为医生 我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医治他的病 我只能够把它交托给掌管生命的神 只有这个生命只能够是掌管生命的神 那里才能够解决了 所以他说完这个话就逃走了 就逃到秦国去了 结果过了五天 这个蔡桓公病发 就死亡了 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看到这个明医扁鹊 他远远地就看出这位王有病 他远远地就看出这个王 他的病是在什么样的部位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同样我们想到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我们的神 他远远地他是赐恩给谦卑的人 他从远处就看出骄傲的人 所以我们的神 他知道人的任何的光景 他医治人的疾病 而且呢 他是赦免人的罪 疾病是在身体上的 但是罪是在灵魂里的 我们不单是在短短的这一生 我们更加是有永恒的这样的一个托付 和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的 当我们的肉体衰残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灵魂的归处是在哪里呢 我们的灵魂的归处 是能够上到天上跟这个神同在呢 还是受到 因着罪的缘故 下在这个硫磺火壶里边 忍受这个永远的刑罚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带着这样的一个思想 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需要在门徒的身上 看到他们怎样对神的道 是多么的渴慕 他们因为他们有切身的经历 他们在他们的文化里边 在他过去的历史当中 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样的去盼望 和得到这位神的救恩 首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 在这个35到37节那里讲到说 这个实习的约翰 他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的时候 他看见耶稣 他就说看的是神的羔羊 然后他的两个门徒就离开他 去跟随了耶稣 在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 发生了一个转变 就是实习的约翰 他本来在约旦河里实习的时候 有许多人跟随他 他的事工也是非常非常地有成就的 事工也是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许 然后得到了许多人的跟随 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把这一切都指向了耶稣 他把这一切人的需要 把这些跟随他的人都指向耶稣 所以有两个门徒 跟随他的两个门徒 然后就跟从了耶稣 当这个时候我们在想 这个实习的约翰 他会不会有失落呢 他会不会在他的 这个施工的成就感上 然后有灰心呢 在后面的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实习的约翰 他没有任何的失落 他反而他心里面是欢喜的 在约翰福音的3章27到30节 那里对约翰他的状况 和他对神的道 对神的旨意的一个明确的表述 他说若不是从天上来的 人就不能得什么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 是奉猜遣到他面前的 你们可以给我做着见证 取心腹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 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 就甚喜乐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他必兴旺 我必衰违 我们看见在约翰的身上 实习的约翰的身上 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谦卑的心 他不依他的作为 他的工作 他的施工为他的满足 他以神的旨意为他的满足 他将他自己所有的一切 他所付上的代价 他在旷野里生活 他吃蝗虫野蜜 他穿骆驼皮的衣服 他不以这些的生活的状况 为他自己的本钱 而是他把这一切 将人引向了主耶稣基督 他是一个谦卑的生命 他甚至宣告 他说他必兴旺 我必衰违 我是我是这个肉体的我 这个他是这位神 这位赐生命的神 赐灵的神 他要赐生命给我们 他所赐的生命 要在我们的里边 逐渐地兴旺 能够成为他的样式 反而我们的老我 我们要逐渐地衰微 因为这些老我是 现在最终的 现在这个死亡和黑暗的光景当中的 所以我们同时 我们看到这个施雪的耶稣 他不单单是一个谦卑的生命 一个付代价的生命 而且他真的是认识神的道 真的是认识神的旨意 在圣经上说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 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 所以约翰他因着认识神的道 他就愿意这样的谦卑 愿意这样的付代价 同样我们其实在圣经当中 我们对比神的道和人的道 人也讲道 我们中国人 中国的文化当中 也常常讲到道 我们看到在世上有三种的道 一种就是犹太人的道 就是旧约的这些犹太人 包括现在的这些 还在恩典之外的这些犹太人 他们也有道 他们所认为的永生之道 就是遵守律法 所以他们苦苦地遵守律法 但是他们尝不到恩典的滋味 同样呢就是世人的道 我们中国有一个古代的先贤 他讲过 他说朝闻道西死可以 就是我早上如果知道道了 我晚上就是离开这个世上 我死了 我心也满足了 但是这个道呢 只不过是人世间的道 是人世间的一种境界 或者是一种法则 为了让人在世上能够功成名就 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这个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 修身就是讲到我们个人的一个品格 道德品格 就是讲到我们家庭的幸福 讲到这个国家的兴盛 讲到天下的这种兴亡 所以这只是一种人世间的法则 在这种人世间的法则当中 我们看到有心有衰 但是无论是心衰 人都有困苦 甚至更多的 应该是非常大比例的人 陷在痛苦当中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 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 所要遵从的道 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刚才我们讲到了 就是约翰他认识耶稣 他不但认识耶稣 他将他所跟随他的人 他指向耶稣 其实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道 他就是道的本身 他是道的本体和真相 在约翰福音的 今天我们用的经文会多一点 在第一部分 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一到二节和第四节那里 就讲到了说 太粗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粗与神同在 我们看见这个道就是神 是神他本身 天上荣耀的这位神 他来到世上 他成为卑微的样式 他将这个完全的道 来赐给我们 来展现给我们 而且第四节特别的讲到说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神的道 他里面是有生命的 他可以在人世间带来医治 他可以发出能力 他里面有生命 我们不要小瞧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见一个小小的内牙 他当他发芽的时候 他可以顶破 比他这个内牙 纵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力量 他破土而出 当一刻这个蚕蛹 他在蚕茧里面的时候 他破茧而出的时候 就会展现出那种生命的荣美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当约翰他愿意付代价 他认出神的这个旨意和神的安排的时候 他甘愿在这个过那样的生活 甘愿将人领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甚至他跟随他的门徒 他也让他的门徒去跟随耶稣 在旧约圣经当中 我们当知道这个道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信心 与这个道来匹配 我们怎么样来遵从这个道 来遵行这个道 在圣经当中 新约和旧约有两段非常有意思的经文 它是前护后应的 它是相互的对应的 就是在摩西 他向所有的以色列民 讲完了所有的律法之后 他跟以色列民说了一段话 我把这段经文简要的摘录了三节 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不是难行的 也不是离你远的 这话离你甚近 在你口中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我们知道圣经上也明明的写着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但是旧约的犹太人 知道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但是他们的眼目 单单定睛在这个长篇的律法上 但是他们忽略了 这个摩西不单是传律法 他也讲到这个人和神的关系 在二世节那里讲到说 切 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祂的话 专靠祂 因为祂是你的生命 所以得生命是从神而来的 得生命是从神的恩赐来的 我们在世上的时候 不单单是有神的这些律法 因为律法的总共是爱 要让我们活出爱 让我们爱神爱人 更重要的是 我们单单的去连接于这位神 连接于这位赐生命的神 同样这段经文 在新约的圣经当中 也有所表述 是保罗他在罗马书 麻烦帮我放下一章 罗马书的十章六到八节 那里也讲到说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 如此说 你们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第八节说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的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道 所有的无论是旧约的道 还是新约的道 都指向这个生命的道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要将神的这个义 就是因我们所信他 而称为的义的这个道 然后赐生命这个道 要完全地显明出来 我们每个基督徒 是蒙福的 如今我们知道 这个道的人是蒙福的 因为我们信了 我们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单是这个信了 我们要行在其中 我们要得生命之道的好处 让神的道 神的生命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不断地显露出来 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完全 能够被他所喜悦 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 在每个世代 无论是在这个过去的世代 还是在现今的世代 都会面临形形色色的 这种逼迫和压力的 我们不说是在那些极端的 政权的国家 或者那些极端宗教的国家 其实在任何的社会光景当中 我们都会 任何的基督徒都会遇到 这个世界的诱惑 私欲的牵引和仇敌的攻击 这个都会显现在我们生命 和生活的层面当中了 主耶稣基督 他也知道 他的门徒 所信他的人 都会受到这样的 这个经历和这样的光景 所以主耶稣基督 他在他被迈的那一天 他向门徒交代的时候 他就特特地来嘱咐他们 麻烦把我放下一章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 那里讲到 他说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 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当依靠神的道 来活出这个神所赐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会面临各样的状况 但是主耶稣基督 他已经为我们祈求 我们是需要去信靠和跟随他 我们需要像约翰一样 那样坚定的 愿意付代价的心 一个甘心乐意的心 来依靠他 当我们去依靠神 将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的保守 我们也看见 当这个遇到压力 就像幼苗 他遇到这个上面的土壤 或者岩石的压力的时候 他生命是会散发出动力来的 是会散发出能力来的 当将这些困难 困苦和拦阻挪开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荣美 也在那一个时刻会显现出来 同样我们像约翰一样 也带着一个祈求的心 就像主耶稣基督在诸道文那样 教导我们说 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愿意付代价的时候 神就借着愿意的人 借着谦卑的心 然后将他的旨意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显现出来 这是在这个 实习的约翰和那两个门徒身上 所显现出来 他们愿意付代价的心 他们愿意的心和他们谦卑的心 接下来在38到39节 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探寻真理的心 这两个门徒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他们转离了 离开约翰之后 他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没有向耶稣说任何的话 他就在那里默默地跟随 也许他们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他觉得我离开约翰又跟随耶稣了 会不会被别人 就是我们离开了之前的老师 然后又跟随耶稣 也许他们心里会有忐忑 这个忐忑就是他们不知道 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 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他们没有接触过耶稣 他们只从他的老师约翰的口里边 听到这位耶稣 但是这位耶稣 这位主 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 说你们要什么 主耶稣基督常用这种启发的方式 来问想跟随他的人 常用这种启发的方式 让这些人来思想 他们人生到底是要的什么 在福音书的另外一段经文当中 麻烦帮我放下一章 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七到八节 那里主耶稣基督论到约翰的时候 他同样去启发人 去问当时的人 他说这个耶稣就对众人论到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 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 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所以主耶稣基督常用这种方式来启示人 让我们心里面去思想 去省察我们的心到底是要什么 我们的信心是在哪里 我们信心的眼睛 上面是蒙着帕子呢 还是已经被打开呢 我们看到风吹动的芦苇 在一般的芦苇都是长在这个河边 像约旦河的时候 因为施洗的约翰他在约旦河里面施洗 所以在那种河边的时候 会有许许多多的芦苇 芦苇一长是一片一片的 但当这个被割下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轻 当被烧完之后 就只剩一点点的灰 同样我们所要的生命就是那样轻 在这个外面看起来是一片一片 这种虚浮的生命吗 这个当被割下的时候 就是那么轻盈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吗 还是说我们要另外一种生命呢 我们所喜欢的是那种穿细软衣服的 外表的光鲜吗 还是说我们这个需要一种 真实的内在的生命呢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会问人说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当你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 你来祈求的时候 你是要什么 你是要那真真实实的 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 那个天上所赐的粮 来供应我们真实生命的需要呢 还是你只是看到别人跟随 你就跟随 只是觉得这个 我这个外在的需要 我有这个需要 我就要跟随 而是没看到那个生命的实质呢 我们需要看到生命的实质 我们看到这位赐生命的神 他所给我们的是那样的丰富 他没有将这个 他所创造天地万物 任何一样的好处 留下不给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去探求 去跟随 所以那两个门徒 回答得非常好 他说你住在哪里 这个住在哪里 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回答 也是一个很可慕的回答 他回答的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主啊 我想知道你住在哪里 我不单是说今天跟着你 因为知道你住在哪里 就可以找到你 我任何的时候 我都可以来跟随你 所以那一天 这两个门徒 就整整一天的时间 和主耶稣基督同住 他们在那一天 具体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他们有什么样的交流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那一天 对于这两个门徒来说 应该在他们的心灵当中 有极大的触动 当他们亲自去 这个接触 这位被称为神的高扬的耶稣的时候 对于他们的认识 是这个完全的一个全新的认识 因为在后面的经文 我们看到 这个其中有一个门徒 叫安德烈 安德烈找到他的哥哥彼得 然后对他说 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 这个他 他已经找到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了 所以就在这样一天的时间 这个门徒他亲眼看见耶稣 他亲耳听到他讲话 他们在一起 他这个对耶稣的经历 对他的信心 对他的认识 然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开启 所以这个门徒 他在真实地去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的收获 我们跟随耶稣不是远远地站在那里 也不是在默默地跟随 而是我们要亲身地去经历他 亲身地经历他的话语 亲身地经历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 虽然如今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 但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去寻求这位主的时候 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同行和同在 这位主耶稣 这位子恩的耶稣 他也愿意与我们同在 这些门徒 他们在新约圣经当中就写到说 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 所以这些门徒他们亲手摸过 和亲眼看过的时候 他们真的知道这个道 是好的无比的道 是好的无比的 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整个的世人来说 在罗马书的五章三十五节 那里讲到说 这个特别是第五节 后半句那里讲到说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 将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 其实神那个时刻 已经将他的爱 完全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了 在原文的圣经当中 这个浇灌是一个完成时 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 那一刻 是神就已经完完全全地 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了 但是我们仍然是需要去跟随 需要去经历他 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经历当中 在我们的认识当中 去一点一滴地去经历 这位赐生命的神 这位赐完全爱的神 他的爱 在前面的经文三节到第四节那里说 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这几节经文都是现在时 它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就去经历这一些 我们现在就去做这一些 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次的经历当中 我们去依靠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更多地去经历这位神 我们就可以更多地发现 他的应许当中的奇妙 他应许当中的真实 他话语当中的亮光 在经文当中还讲到老恋 这个老恋呢 我们这个中文把它翻译为老恋 在原文里边呢 它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一种这个品格品质的意思 就是当我们去逐步地去经历这位神 我们愿意去探寻他 愿意去依靠他 愿意让他的同行同在伴随我们的时候 而我们的生命就会显现出不一样的品格来 显现出不一样的品质来 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那一般 我们现在不会像天父那样完全 但是我们经历这一些的时候 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个领域当中 都会塑造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生发出 像他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来 我们不断地被塑造 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这个成圣的过程 当我们有一天见耶稣的时候 我们可以被他称赞 说你这位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与我一同作息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探寻的心 我们探寻真理 我们探寻主耶稣基督 他的每一句话语当中的奇妙 不单单是浅尝济致 我们像吃东西一样 我就尝一口算了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道 它是丰富的 它是丰满的 当如果一个人怀着一个信心 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他想拿得多 比拿得少更加的容易 因为主耶稣基督 他愿将他的丰富赐给我们 他都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 他何尝不想将他所有的赐给我们呢 所以我们要来探寻 我们在门徒的身上 我们看到他们愿意花时间 他们愿意去耶稣同行和同在 这位主耶稣基督也愿意 跟他们同行同在 当每一个人 不论是何样的光景 我们处在何样的景况之下 我们不要担心 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会被拒绝 这位施慈爱的主 他天天地盼望我们能够到他的面前 天天地能够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祷告 向他寻求 当我们真的愿意花时间 花到在这个内室当中 与他相见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主 我们看见这位赐生命的主 比千言万语 都更加地在我们身上 发挥功效 我们看见这些门徒 他第一次跟随耶稣 他就整天地与耶稣待在一起 现今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儿女 我们一天会花多少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 来向神祷告 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花时间来探求神 当我们花时间的时候 这个并不耽误我们的功夫 并不在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日常的安排当中 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的安排 反而会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帮助 让我们知道怎样有智慧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该怎样做 这位赐智慧的神 他会将百般的智慧和恩赐 一点一点地加给我们 接下来是一个待人归主的心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跟耶稣同在的 这个其中的一个门徒安德烈 他非常有意思 他尝到了这个与耶稣同在的一个甜头 然后他当这个 他结束了这一天 与耶稣在一起的这个时光当中 以后 他就先找到了这个 他的哥哥西门彼得 这个四十节讲说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米塞亚了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要成为基法 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 非常详细的 对安德烈的这个几次行为 有这个清楚的记载 这个四本福音书当中 只有约翰福音 对安德烈的这个个人的事迹 有三处的记载 其他的福音书呢 都是和其他的门徒在一起的 这种集体行动的记载 所以有人就讲说 这个安德烈他在圣经的记载当中 他没有这个福音书当中 跟随耶稣的这三年半的时间当中 他没有这个很大的闪光点 但是其实这个他最大的闪光点呢 就是他带了他的这个哥哥西门彼得信了耶稣 因为彼得后来成为被神所使用的重用的门徒 也成为使徒 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 彼得就带领这些门徒来传扬福音 他们被圣灵充满他来炫扬神的道 其实这个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我想是不太够完全的 因为耶稣基督他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 都是经过耶稣基督彻夜的祷告 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托福和使命的 在安德烈的身上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命 安德烈他第一次见到耶稣之后 他跟耶稣接触之后 他就将福音传给了他的哥哥 传给了西门彼得 在后边的经历当中 我们看到同样也是记载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 说那时上来过节的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希腊人 他们来见加利利波赛大的斐利 求他说先生我们愿见耶稣 斐利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同斐利去告诉耶稣 在这里就记载了安德烈和斐利一起去带这些外邦的希腊人去见耶稣 这件事情记载我们看就是短短的三节经文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经文 因为在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是犹太人 而且耶稣基督当时都是在犹太的这些地区来传扬福音 当一个希腊人来见耶稣的时候 这个是会被人称为比较稀奇的事情 我们在福音书当中只是记载了那么多的神迹 那么多耶稣的经历 只记载了两处外邦人被耶稣称许的 一个是迦南的妇人 一个是百夫长 这里也是几个希腊人 几个外邦人 他们听见耶稣 听见神的儿子 听见有这样的生命之道 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 他们找到斐利 斐利他自己不敢做决定 他要找到安德烈 我们看见安德烈他是认识神的人 他是知道神的心肠的人 神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 这个福音不单单是给犹太人 也是给外邦人 他是给地上所有的人的 所以他们就带这些希腊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相信这些希腊人 他们见到耶稣 他们寻求耶稣以后 他们也会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他们也会到他们所在的地方 将这些福音传开 当然在这个使徒行传和这个福音书当中 我们看见使徒他们去传扬福音 当然在暗地里 在没有记载的这些层面当中 肯定也有许许多多的 遇见耶稣的人 他们将福音传扬开来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安德烈他所做的 对于福音的这样的尾声 带人归主的这样的热心 所带来的果效 同样带人归主 不单单是说给人传福音 将未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 带人归主 同样也是成全那些愿意服侍神的人 愿意跟随神 在他的身上 能够为这个服侍神 服侍人做更多贡献的人 也是同样在约翰福音 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 这个五饼二鱼当中 这个安德烈的作用 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 记载了六章八节说 这个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就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 两条鱼 这是分给这许多人 还算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安德烈 在经文当中 我们看不到安德烈 他是有信心 还是没有信心 在这里不是讲信心 我们看见他将这个孩童 带到耶稣的面前 在众人都没有饭吃 没有吃的的时候 这个孩童他愿意献上他的所有 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了 这个孩童愿意将他所有的 来献给神来使用 但是成全这个孩童的是安德烈 安德烈将这个孩童 带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就成就了五饼二鱼的 这样的一个神迹 当然这里有耶稣的心意 有耶稣的能力 和耶稣他自己荣耀的彰显 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 他愿意成全别人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孩童 我们记得在其他的经文当中 当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有人去阻止 耶稣就斥责他们说 你把孩子要带到我的面前来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 安德烈没有阻止孩童到耶稣面前来 而且他愿意成全他 愿意将他自己的尾身和摆上 带给耶稣 让耶稣加上他的祝福 同样我们要传扬福音 我们将不认识耶稣的人 带到耶稣面前 我们也看见我们身边的弟兄 看见我们身边的姊妹 他们一个愿意的心 我们不单单是外在的行动 同样呢我们也要有内在的祷告 我们可以做各样的服事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祷告来服侍主 我们想到我们哪个弟兄有缺乏 想到我们哪个姐妹还在软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他们献上祷告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让神的恩能够临到他们 然后能够托起他们 能够帮助他们 好叫我们的教会 真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好叫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彼此相爱和合一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见 在耶稣的门徒上面 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行的 成为我们的榜样 有一个 这个 最近我们也看到 这个戴绍增穆斯 他在这个传讲 有步道 然后呢我就想到 这个他的 戴绍增穆斯是戴德森 这位这个宣教士的 第五代的这个 这个后代 我们想到就是这些宣教士 他们也是看见圣经当中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看见他们 神对他们的托付 他们离开他们安逸的生活 他们愿意付上代价 他们常常活在忧患当中 但是他们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来摆上 他们愿意在这个 许许多多人对他们有攻击 有排斥的时候 戴德森他在建立内地会 他们在这个中国最动荡的那个年代 他们不以他们为英国人为特权 他们穿上这个 这个中国人所穿的这些 这个大褂 穿上这些袍子 然后束上辫子 进入到那些最需要的人群中间 将福音来传扬 然后他们也培养人 然后培养当地的人 一同来做主的功 我们看见 不单是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历世历代 都有这样的人来跟随耶稣 来愿意付代价 愿意探求真理 愿意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同样这些见证人 如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 今天我们也需要立这样的心智 我们愿意这样的来寻求耶稣 我们不单是要得着福音的好处 得着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翻转 得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的 这样丰满的生命 我们也要继续的 将这份使命传扬出去 我们不在现在软弱当中 不在现在我们舒适的生活 舒适的光景当中 因为许多的这个光景当中 都会有一些拦阻 刚才的经文说 魔鬼想要像塞麦子一样 要塞你们 常常的时候 这个魔鬼他会用优渥的环境 来塞我们 优渥的环境的时候 当我们心灵满足 我们就会远离神 也许这个魔鬼他会用一些 恶劣的环境来塞我们 恶劣的环境 当我们遇到痛苦了 遇到疾病了 遇到难处了 遇到亲人的离世了 我们会对神生出埋怨 生出苦毒来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 在我们生命当中 像门徒一样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来真真实实的来遇见他 我们可以进到内室 一个人安静下来 问耶稣 当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 这位赐生命的神 必然与我们同在 我们人生 只要是关乎我们个人的事 主耶稣基督不会向你隐藏 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 我们今天一起来 借着这段经文来查考 愿我们每一个 听到神话语的人 都蒙神的祝福 我们用心地来跟随神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是那位赐生命的神 你是那位荣耀的神 主啊你千千卑卑 千千和和的来到世上 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为了将我们从死亡 和黑暗当中脱离出来 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 让我们弟兄姐妹 立定心志 愿意付代价地来跟随你 主啊也让我们继续地 在你的真理的场合当中畅游 将我们的船开在水深之处 当我们下网打鱼的时候 我们就收获满满 主啊我们也愿意 将这样荣耀的福音 向人来传扬 不但向卫性的人 我们也要成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主要一同来服侍你 来荣耀你 来见证你 感谢赞美主 你替我们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